随着发热咳嗽病人的不断增多 上海各大医院急诊发热门诊人满为患 医务人员人手不足 为了缓解人员紧缺现状 金山区部分退休医生积极投身到一线中 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贡献社会力量 近日记者在金山高新区运河村卫生室看到 不少老年人早早的在此排队等候就诊 焦文丽作为运河村卫生室唯一的乡村医生 33年来一直坚守在岗位上 退休后为了缓解人员紧缺的情况 焦文丽主动回到一线承担起村卫生室的工作 我平时之前工作量也不多 一般就是门诊量也在二十几个人 现在一下子要飙到五六十个人 那我一天一个人的话真的是蛮忙的 据悉针对村民寻医问药需求骤增的情况 运河村卫生室的门诊时间 由原先的每周246变更为每周全天 此外为了应对部分有需求的高龄患者 村卫生室还配备了养疗服务设施设备 在京山高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堂 记者看到退休返聘的中医董永庆 正在为杨康的居民把脉问诊 据了解今年67岁的董永庆 退休后依然在医院发挥余热 由于近阶段患者的不断增多 中医堂门诊量由原来的每天30余人 增加到了60余人 董永庆主动延长门诊时间 并依托其自身丰富的经验 有效缓解了部分接诊压力 一块可以通过辩诊认知 可以按照它的体制 可以增加一些亲日解毒 还有复诊的药 我作为退休 我想还是用我的微不自立 为当地的百姓做一点共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